作者 陈九 后期 鬼不语 第465集 萧九安与纪云开压根不把纪家人放在眼里 旁若无人的手拉手往外走 可不想刚走的门口却被纪宁挡住了去路 你们不能走 纪宁今年才十四岁 虽说被教养得极好 可他终归只是个孩子 他有勇气站出来挡在萧九安与纪云开面前不假 可并不表示他不害怕 他虽然挡在了萧九安与纪云开面前 可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一点气势也没有 怎么 要为你姐姐讨功道 纪云开看着挡在他面前的半大少年 颇为诧异 他以为纪家全是欺软怕硬的主 没想到还有一个硬骨头 只可惜年纪太小也太自不量力了 你为什么要打我姐姐 我姐姐虽然有错 可你也不敢当众打他 纪宁害怕 害怕萧九安周身散发的寒气 害怕纪云开的气势 可他接受的教育告诉他 他不能后退 他是男人 是纪家鼎立门户的男人 现在他母亲和姐姐被欺负了 他要是不为他们出头 就没有人能为他们出头了 你知道吗 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可以让侍卫打你 和形式圆滑 却故作天真的忌心相比 纪宁才真正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虽然聪慧 可在人情恋达方面 却差了许多 在纪云开看来 这才是正常的 十四岁的孩子成天埋头学习 哪懂什么人情世故 为什么 纪宁一正 不解地看向纪云开 首先 我是燕北王妃 你得尊敬我 就算我不是燕北王妃 我也是你的长姐 长姐如母知不知道 这世间只有长姐教训弟弟的 没有弟弟质问长姐的 纪宁这样才是 纪家孩子的正常表现 纪心内一口一个大姐姐 真正是叫她恶心 在纪家 有谁把她当成纪家人了 我 我 纪宁一张脸瞬间通红 通读圣贤书的她 知道纪云开所言无措 是她失礼了 忘了面前这个女子 是她姐姐 不应该说忘了 应该说她从来没有 把面前这个女人当成姐姐 他们一家人里面 从来没有寄云开 滚开 萧九安眉那个闲情 陪小孩子瞎扯 一把将纪宁挥退 纪宁一个文弱小书生 哪里惊得起萧九安一推 当即连连后退 不小心被身后的门槛 绊了一跤 狼狈地跌倒在地 萧九安与纪云开 看也不看 直接往外走 只留下纪夫人和纪新 抱头痛哭 纪宁呆坐在地 而纪大人 则气得全身发抖 敢怒不敢言 纪新见到这一幕并不意外 她早就知道 她的父亲不堪大用 要不是如此 这些年皇上也不会越来越疏远 纪家而开始抬举云家 至于她的弟弟 纪新也是瞧不起的 她这个弟弟虽败在名师门下 保读诗书 可在科考意图上 却是没有一点天赋 上辈子考了一辈子 却连个秀才也没有中 最终郁郁寡欢 终日与九和纪女为伍 整个人都废了 纪家人如何想 萧九安和纪云开一点都不在乎 他们今天的目的 就是为了激怒纪新 纪新越生气 他们越满意 两人相邪走出纪府后 萧九安仍旧拉着纪云开的手 直到跨过大门时 纪云开才惊觉不对 脚步一顿抽回手 怎么了 萧九安意识停了下来 回头看向纪云开 纪云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可又不知如何表达 只能摇头强装无事 没事 我们走吧 嗯 萧九安点点头 眼神若有似无地扫过纪云开 悄悄藏在一侧的右手 唇角微扬 纪云开真当他不知道他的小动作吗 不自在吗 不自在就对了 要是他握纪云开的手 就像纪云开自己左手握右手 那就没有意思了 萧九安没有进一步逼纪云开 而是走到马车旁等他 在他走近时伸手扶他上马车 纪云开嘴角微抽 眼眸青扫 发现四周有不少看热闹的人 又想到萧九安在外塑造的宠王妃的好形象 默默地将手放在萧九安的胳膊上 接着他胳膊上的力登上马车 可就是在纪云开正准备借力登上车的时候 萧九安突然伸手扶住了他的腰 给他撑了一把 此时纪云开已经一脚踩在踏板上 正要用力 萧九安这一碰 纪云开直接僵住了 绷着的一口气泄掉了 根本无力再往上蹬 身子一软 便往后倒在萧九安的怀里 此时两人的姿势是这样的 纪云开一手扶着萧九安的左胳膊 另一只手则紧紧抓在他的右胳膊上 一只脚踩在马车上 一只脚踩在地上 身子全部靠在萧九安怀里 姿势十分暧昧 王爷 纪云开半倒在萧九安的怀里 快哭了 这大庭广众的 萧九安不要脸 他还要脸呢 萧九安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一旁看着呀 这事要传出去 指不定得说他不正经 至于为什么不说萧九安 很简单 一是没人敢说萧九安 二是他们此刻的姿势 特别像是他头怀送抱 萧九安无可奈何 只得接住他 吓 蠢死了 萧九安附在纪云开的耳边 低声说了一句 在纪云开尴尬不已时 萧九安右手一动 一个巧劲就把纪云开 举上了车 没错 是举 萧九安直接把 纪云开举了上去 完全不需要他用力 纪云开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回头狠狠地瞪了 萧九安一眼 却发现 侍卫和下人 不知何时 全部低下了头 一个个肩膀一抽一抽的 这些人 以为低下了头 他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他吗 纪云开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扭头钻进马车后 砰的一声 将车门关上 太丢脸了 他现在不想理萧九安 更不想见他 这个男人 明明他才是罪魁祸首 到最后 却变成了他在时 小性子 简直了 萧九安健壮 滴滴地笑了一声 然后在重视 未雨下人震惊的眼神中 不急不徐地 踏上马车 钻了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